你好,欢迎收看KinneyTV快报 团结党终结六名叛将的党籍后 却不能如愿悬空他们的议席 有舆论认为这是反跳槽法的漏洞 手下安华今天授寻时说 如果有人想要修正这个漏洞 政府愿意和任何人展开讨论 安华也再次强调 西蒙还是在野党的时候 曾经针对反跳槽法提议 被政党开除的人自动失去议员资格 但是当时的执政党土著团结党却大力反对 但如今如果团结党想要修正反跳槽法 政府可以商量 另外团结政府发言人Fami表示 如今的局面可以说是团结党自实其过 tentang sikap beberapa orang yang terpekik telolong dalam parlimen baru-baru ini mereka lah antara yang paling tidak bersetuju dengan pindaan yang sekiranya dilakukan akan menghalang daripada kejadian-kejadian seperti yang kita saksikan sekarang if they want to blame anybody blame Tansi Muhyiddin blame Hamzah blame themselves blame Razijidin tanya siapa yang paling tidak mahu menyaksikan pindaan menyeluruh jadi jangan sekarang nak tunjuk hero that's your headline 議长佐哈里拒绝 玄空团结党六名 叛将的国会议席 引起国盟议员 强烈批评 不过佐哈里 昨天在议会厅里 辩护说 自己不是郵差 他是在经过 深思熟力后 才做出裁决 不过 前首相署部长 在意布拉辛 则反驳说 邮差比议长 更值得尊敬 在意说 一名邮差 永远不会打开信封 来阅读内容 他知道自己的职责 就是送信 而议长的职责 是通知 选委会 选空议席 但是议长 却不知道自己的职责 反而在为安华 争取最大的支持 但是议长的工作 就是接到政党通知后 就顺应要求 选空议席 和通知选委会 举行补选吗 雪兰儿州议长 刘永山 并不这么认为 刘永山昨天表示 他发现 巴生海峡州议员 是被蓄意开除党籍 因此他拒绝 悬空 巴生海峡州议席 刘永山也强调 议长不是 橡皮图章 而是有必要 执行 核查事实的职责 这一篇 随正好 我认识审认识 这一篇 我认识 与 Them 这是 随谈 各地上 证明 团队 证明 这一篇 证明 我认识的 证明 议长佐哈里拒绝悬空团结党六名叛将的国会议席的决定 掀起乌青团团长艾科马跟西蒙青年团的领袖的口水战 西蒙青年团领袖要求艾科马尊重议长 但是艾科马却反击应该先尊重人民的权利 拒绝政治青蛙继续祸害国家 艾科马昨晚在面子书附上政治漫画家阻纳的漫画《叛国纪念碑》 并感叹人民诉求的反跳槽法最终只是徒劳无功 他还反讽地说政治青蛙们那祝愿顺利摧毁这个国家吧 不过西蒙青团树立团长哈斯比告诉自由金日大马 艾科马应该要尊重议长的决定 哈斯比还说议长的决定无关反跳槽法 因为这六名倒戈支持首相阿华的议员 是在饱受压力的情况下失去团结党党籍 但是艾科马马上再命子书反击 领袖必须尊重人民利益 拒绝政治青蛙 他反问如果有人要支持另一方 我们是否应该允许 这最终只会让政治青蛙获利 并继续破坏国家 让人民承受后果 早前一张索哈里驳回团结党的要求 拒绝悬空六名国会议员的议席 索哈里认为团结党取消其中五名议员的党籍 已经违反宪法 而纳命国会议员苏海利则已经上庭挑战团结党取消她的党籍 今年是赵明福命案的15周年 赵明福的胞妹赵丽兰 做客当机大马的播客节目 记者茶水监时透露 她如今已经44岁 也已经结婚生子 她说为人母亲后 更能体会当初自己母亲的不容易 我觉得说我身为母亲 我会更能 更能体谅到我母亲的不容易 就是说在赵明她的孩子辛苦 生出来养育 进了大学 刚刚好是时候要成立家立业的时候 就没有了 然后到今天没有一个答案 没有人为这个案件负上责任 在这期的播客节目中 当今大马也邀请了两名 00后谈谈他们对赵明福命案的看法 赵明福出世那年 嘉宾廖品纯才9岁 他回忆说 当时校长用了一节道德课的时间 告诉同学们这起事件 他说他那时候还太小 不知道为何一宗命案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长大后才知道原来案件背后有那么多的疑问 甚至有人会不明不白地死在扣留所里 赵明福案件算是其中一个 其实其中一个让我想要学法律的一个契机 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 比如讲Bersey 那个反莱纳斯运动 这一系列的公民运动 他们都是成为我想要去用法律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动机 另一位嘉宾林静杰则出生于2004年 当年她才5岁 林静杰说她因为参加辩论的缘故才知道赵明福命案 当她了解了案件的脉络后 觉得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 后来她参加学生运动 并参与赵明福民主促进会 希望为社会带来改变 我觉得她会给我带来的启发是 我会更加坚定 我想要靠我所拥有的知识和我所拥有的能力 去做出一点点的改变 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我也想要举起这条路 赵明福民主促进会将在明天展开正义之行 用几天的时间 从命案发生的现场步行到国会 向安华表达诉求 想知道更多赵立兰和00后嘉宾对正义之行的看法 欢迎收看记者茶水间的完整影片 虽然当今大马和KinneyTV的人手机资源有限 但是依然制作播客节目记者茶水间 以便观众能在社交媒体上听到更多好内容 因此我们希望大家以实际行动 付费订阅当今大马的文字报道 支持独立媒体报道好内容 你只需要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打开说明栏里的链接 就可以马上订阅 我们感谢读者们25年来的大力支持 部落客帕帕帕哥摩今天出庭 面对山洞罪的审讯后又遭到警方逮捕 警方预计会在明天向推示庭申请延扣 代表律师拉菲克透露 帕帕哥摩出帕山洞案审讯的第二天后 两名来自吉隆坡 五级安曼特别罪案调查科的警员 在吉隆坡地庭外将他逮捕 律师怒斥当今政府滥用权力 目前也还不清楚帕帕哥摩的具体罪名 帕帕哥摩已经背负两条山洞控撞 分别是他指控政府亲以色列亲西方 以及他在珍珠瓦风波期间 涉嫌山洞对王室的仇恨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KiniTV快报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留守KiniTV的 YouTube、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欢迎您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我是志正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